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指令系统 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会学习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机器指令的形式 第二个部分是机器指令的操作类型 第三个部分是机器指令的行指方式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机器指令的形式 那么对于机器指令呢 它其实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分别是这个操作码和地址码 那么机器指令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的部分我们称之为操作码之段 后面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地址码之段 那么对于操作码之段呢 它指明这个指令需要完成的操作 操作码的位数就反映了这个机器的操作的种类 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操作码之段呢 它有八位 那么它最多呢就有2.8次方 等于256种操作 而这个地址码呢 主要是给出这个操作数 或者是操作数的地址的 因为这个机器指令 其实本质上还是对这个数据进行操作 所以呢 这个地址码其实就是指定数据 或者是数据的地址 使得CPU呢 可以根据这个数据 或者是数据的地址 来进行相关的运算 那么对于地址码的不同呢 我们也可以分为三地址码指令 或者是二地址码指令 或者是一地址码指令 三地址码指令的意思就是说 地址码之段呢 有三个地址 而这个二地址码指令呢 就是说这个地址码呢 有两个地址 同样的这个一地址指令呢 就表示说这个地址码 它有一个地址 我们接下来就来对这个三个地址的指令 两个地址的指令 以及一个地址的指令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首先是这个三地址指令 那么对于这个三地址指令呢 它的指令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是操作码之段OP 后面的呢 地址1地址2地址3 这表示操作码操作的所有数据的地址 那么这个三地址指令 它通常会完成这个地址1OP地址2 把结果它的地址3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假设这里面的操作码操作的是加法操作 那么地址1和地址2呢 就是两个加数 而这个地址3呢 就用来保存地址1和地址2加法的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三地址指令 接下来了解二地址指令 那么对于二地址指令呢 其实也类似 不同的是这个地址码之段 它有两个部分 只是这个操作数1和操作数2 那么这个二地址指令呢 它通常完成这样子的操作 地址1OP地址2 把结果呢 放到地址1 或者是把结果放到地址2 那么这个呢 就是二地址指令 接着呢 还有这个一地址指令 那么对于一地址指令呢 它通常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 通常呢 完成这样子的操作 地址1OP 把结果放到地址1 或者是地址OPACC 然后把结果放到这个ADDR1里面 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自己对自己的操作 因为是自己对自己的操作 所以呢 就不需要第二个操作数的参与 那么这个时候 使用这个一地址指令 就可以完成相关的指令表示了 第二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一个操作数 它做一个默认行为 那么这里面 我们举的是自证的行为 因为自证呢 它不需要第二个操作数的参与 所以这个时候 自证的操作 我们使用这个 一地址指令 也可以完成相关的表示和操作 其实除了有地址指令以外 还有一种指令是 无地址指令的 也称之为零地址指令 那么这是什么指令呢 这个指令指的就是 在机器指令当中 没有这个地址码 它通常呢 是一些空操作 停机操作 中断反卫操作等等 这些操作呢 都是零地址指令 也就是在指令里面 没有地址码的 好的 了解了这个机器指令的形式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机器指令的操作类型 对于机器指令的操作类型呢 首先有这个数据传输类型的 那么数据传输类型呢 可以发生在寄存器之间 也可以发生在寄存器 与这个操作单元之间 也可以发生在 操作单元之间的传送 这里面的操作单元 可以是组存 也可以是高速缓存 还可以是这个硬盘等等的 辅存 那么数据传输也包括一些 数据读写 交换地址数据 或者说是这个清零 或者是全自一等等操作 那么这些操作呢 都是属于这个数据传输的类型的 那么除了这个数据传输类型的 还有这个算数逻辑操作的类型 比如说加法操作 减法操作 乘法除法操作等等呢 都是属于这个算数逻辑操作的操作类型 还有呢 一些操作数之间的语运算 非运算等等的一些逻辑未运算 这些呢 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那么除了这个算数逻辑操作类型 还有这个移位操作 那么对于移位操作呢 比如说这个数据左移 或者说这个数据右移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移位的操作 那么对于数据来说 左移呢 相当于乘以2 右移呢 就相当于除以2 这个移位操作呢 也是这个完成数据 在数据逻辑单元中的必要的操作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控制指令 那么对于控制指令呢 主要是一些等待指令 停机指令 控操作指令 中断指令等等 那么这些指令呢 都是属于这个控制指令 好的 简单的回顾 机器指令的操作类型 有这个控制指令 有这个移位操作的指令 还有这个数据传输的指令 还有这个算数逻辑操作的指令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这节课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 机器指令的寻止方式 那么对于这个 机器指令的寻止方式 其实就是说 机器指令 它是怎么样找到相关的数据的 那么在这里面就包括 这个指令寻止 还有这个数据寻止 那么对于指令寻止呢 其实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这个顺序寻止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是这个跳跃寻止 这里面有一段程序 这段程序呢 是保存在这个CPU的寻存器里面的 对于这个数据寻止 首先呢 才会执行101这个指令 接着再执行102这个指令 然后呢 再去执行103这个指令 接着是104这个指令 然后呢 是这个105这个指令 因为这个105 它的指令 具体的内容是 Jump 102 也就是说需要跳跃回到102这个指令 这个时候呢 就发生指令寻止的跳跃寻止 那么这个时候 就重新跳回到102这个指令来执行 那么这个呢 就是指令的寻止方式 有这个顺序寻止 还有这个跳跃寻止 了解了指令寻止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 数据寻止 那么对于数据寻止呢 主要有三种寻止的方法 第一种是立即寻止 第二种是直接寻止 第三种呢 是间接寻止 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是这个立即寻止 那么对于立即寻止呢 它的指令 直接就可以获得这个操作数 也就是说 指令里面是直接的包含这个操作数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运行指令的时候 就无需访问这个存储器 我们直接可以从这个指令里面 获得这个操作数 比如说在这个指令里面 6这个操作数 就是直接放在这个机器指令里面的 第二种呢 是这个直接寻止 对于直接寻止呢 机器指令里面 直接给出操作数 在主存里面的地址 也就是说 在这个机器指令里面 这里面所给出的地址码 所给出的地址呢 就是指向这个 这个主存的 指向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指令的操作数 那么这种方法呢 寻找操作数简单 无需计算这个数据的地址 除了这个直接寻止 还有这个间接寻止 那么对于间接寻止呢 指令给出的地址码 是操作数地址的地址 地址的地址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这条指令 那么ADDR2呢 它给出的地址呢 就是操作数的地址的地址 首先它指向一个主存的位置 那么主存的这个位置 存放的是操作数的地址 那么这个操作数的地址呢 就指向另外一片区域 那么这片区域 存储的才是真正所需要的操作数 那么这一个寻止的方式呢 就需要访问一次或者多次主存 来获取到操作数 比如说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多次访问主存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取这个ADDR2 就得到这个操作数的地址 那么得到这个操作数的地址之后呢 我们才能从主存里面 把这个操作数给取出来 那么对于这三种数据 寻止的方式 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首先对于这个立即寻止 它的优点是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们从这个机器指令 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数据 它的缺点呢 是地址码的位数 就限制了这个操作数的表示范围 因为呢 这个数据是存放在这个地址码里面的 所以这个地址码的位数 就可以限制这个操作数的表示范围 我们再来看这个直接寻止 那么对于直接寻止呢 它的优点是这个寻找操作数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地址拿出来 然后对应的在主存里面一找 就可以找到这个数据了 那么它的缺点就是地址码的位数 就可以限制这个操作数的寻止范围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间接寻止 那么间接的寻止呢 它的优点就是操作数的寻止范围非常大 因为在间接寻止里面 机器指令的地址它指向的是操作数的地址 而操作数呢 存储在另外一片区域里面 所以呢 这个间接寻止呢 它的优点就是可以表示很大范围的操作数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 它的缺点就是速度比较慢 因为使用这个间接寻止 我们需要多次访问这个组存 好的 最后简单的回顾 这期课的主要内容 有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机器指令的形式 那么机器指令呢 它主要有操作码和地址码两个部分 接着呢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机器指令的操作类型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介绍了几种操作的类型 第三个部分呢 是这个机器指令的寻止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介绍了指令的寻止方式 以及这个数据的寻止方式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